在前段时间有这样一个新闻 一个野味贩卖店被警察捣毁 这里面的野味各种各样 有狗欢、大雁还有鹿等等 这些野味都只是做了简单的处理 并没有经过杀菌消毒 就在市场上贩卖很多人 为了追求刺激 便喜欢吃野味 更有些人轻信谣言 觉得野味可以治病 也跟着在餐桌上食用 但是这些食物在进入我们嘴里的那一瞬间 我们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也许你觉得你吃进去的是快乐 但是其实野生动物体内的那些病毒 以及寄生虫早已进入了你的肚子 而这也可能危害到你身边的人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一位农村大叔因为听信谣言 觉得鹿肉可以治疗自己多年的风湿病 并自己在一些小渠道买了鹿肉回家烹饪 可是吃完没多久 他便出现了恶心呕吐 没过一会儿就出现了发热及胸闷 最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才发现是感染了某一种病毒 而这种病毒经过医生的了解 出自鹿的身体中 那么一个野生动物 身体里到底有多少病毒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大多数经历过的传染病的病毒 都是野生动物身体里的 有一个科学家曾经统计过 在一个野生动物的身体内 大约有三千多种病毒 那么在这里就有很多人产生疑问了 既然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这么多 为什么野生动物却一点事情都没有呢 这是因为很多动物早已经习惯了 病毒在自己的体内寄居 可以这样说 他们已经成为了伙伴的关系 也许是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不同 他们并不会受到这些病毒的影响 但是这些病毒如果到了人的体内 就会大大的损害人的健康 而鹿作为野生动物之一 因为其生存环境广泛 而被人大肆屠杀 人们根本不管鹿到底吃了什么 也不管这些动物体内到底有什么东西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 获得嘴里的那一丝快乐 鹿的生存环境非常的广 而他们的食物最多的就是草 渴了就会喝湖泊里的水 因为这样的生存环境 他们没有丝毫的防备 所以他们很可能将很多杂物吃进肚子里 比如一些虫子或者微生物 而这些却落到了人的肚子里 不感染传染病都很难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和野生动物产生一定的距离 不要擅自去食用野生动物 如今这样的事态已经发生 我们更应该警惕自己 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也是给自己保留一定的余地 感谢观看